2022太平洋国际旅游高峰论坛 即观光产业媒合会 从29号起一连三天在花莲登场 总共有500多位来自北中南地区的旅游同业来参与 并且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期盼能够帮助也更了解国旅市场的概况与未来 受疫情影响观光旅游产业首当其冲 更连带导致许多民众生计艰困 有鉴于台湾对于永续发展 来自于永续旅游越来越重视 花莲建观光协会西小台北市旅行工会 台湾旅行业国民旅游发展协会 29日起一连三天举办2022太平洋国旅观光 高峰论坛即观光产业媒合会 规划两场论坛与花莲考察学习活动 邀请北中南约500位旅游同业 一起探讨台湾观光的未来 如果边境开放以后 我们旅行是在接待初入团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操作指引是什么 还有旅客进出的保险机制 那也都得到初步的共识 我们将持续的呢 会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建议沟通 渐进式的开放 这个台湾的出入境的一个旅游观光 那至于日后的这个日后的人才培训呢 我们在四月就开始会展开导游 跟领队人员的训练 我想这个疫情前面疫情后 整个大环境是不一样的 在训练课程上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大幅的调整 例如现在的俄乌战争好了 看起来好像很远 但事实上也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比如我们的油价上涨 通货膨胀 就如现在的这个疫情 我们说台湾虽然是防疫的 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好 但还是不得不去面临将来疫情解通 会产生的疫情变化的压力 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永续发展的活动 我们说旅行业呢是处于这个串联自然环境服务的中间分子 那我们说这个永续发展是当今算热闻的话题 那我们身为旅行业的一份子 当然不能缺席 所以也促成了今天的这个活动 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 来到花莲 不只是花莲 花莲更是我们心目中的桃花源 来到花莲 就像陈一峰理事长讲的 拿掉口罩 大口声呼吸 转动好运气 得到好人员 成就好事业 论坛邀请旅游相关产业讲师 从多元面上进行讨论 并规划花莲山海 圆明风情等体验考察路线 深入了解花莲观光环境 会中也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期盼结合产观学间商户合作 帮助役后东部地区观光产业创新 整个东部观光永续发展 提升当地经济 吸引更多人潮永进东部 记得蒋方言好临时报导